1966长照专系申请 If you've been ill recently or have chronic illness, wait until your health stabilizes before receiving the shot. Monitor older recipients for seven days. Check for arm pain or general discomfort. If symptoms don't improve after two days, seek care right away. Lastly, after your shot, continue following guidelines to protect against the viru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得归的感覺是令人很興奮 富裕人生邀請您一同加入 飲料華爾街 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飲料華爾街 今天這個環式你會發現說 這個好多的電子股 都跟著拉回來 對不對 拜登不是說要做這個電動車嗎 對不對 2030年這個市場率要超過50% 可是今天呢 很多電動車概念股 是大跌到 這是我上個禮拜一直強調的一個重點 我是說 現階段你們要了解到 這些市場的大戶在想什麼 現在把很多電動車概念股 朝天上去的時候 我講的他會隨時 可能就會到貨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我會在 各位講說現階段你要反向思考 有些漲很多的你去追的不見得討得到便宜 我會在強調各位有些股票 整個法輪都在賣了 這個不是講一天喔 有沒有 這邊跟你講了 要注意會拉回來 會拉回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想你這邊開始注意電動車 那跟這個地方去注意什麼 還有什麼不一樣 一樣的道理嘛 現在的主力大戶就是要把 一個族群吵到 很多投資朋友你們受不了 然後你們就跳進來 就覺得說我今天買這個族群我會賺到大錢 明天就會賺錢 通常很多人有這種想法的時候那個族群應該就怎麼樣 長到陌生段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我也坦白跟各位講說 目前 指數攻到月線 對不對 上不去嘛 所以我說這裡會怎麼樣 這裡你要看補量的訊號 你要看補量的訊號 補量方式有兩種 一種 強攻去補量 另外一種呢 上不去就是壓回來做補量 所以你看監獄盤式 對不對 他是呈現壓回的 可是這個量沒有補出來 那代表什麼意思 短線還是會震 懂我意思嗎 因為現階段這個地方很多很多 漲很多的車電概念股 可能高檔要拉回 所以短線他會震 對不對 反正我提醒大家 這個沒有人要注意的 整個鋼鐵族群 後航運族群 各位你自己來看 今天鋼鐵大部分的紅紅銅銅 相對安全 航運股呢 算是沒有很多漲停板 但是整理上來講呢 他不會像電子股跌的那麼慘 所以在整理階段的時候呢 如果說你的股票不對的話 那你今天受到傷害就更嚴重了 那這一段你要先避開嘛 你避開之後等他下一個階段 真的整理結束了 在攻的時候呢 我希望各位你要掌握到是對的個股 如果說你這段沒有避開 等他開始漲的時候你手上都是一堆套牢的股票 那就痛苦了 對不對 所以我上個禮拜跟各位講說 拉回來你要特別注意 這個階段 選股的難度會很高 我會再強調一件事情 我說請 我說請大家不要針對已經漲很多的個股去做追降 你很容易就短套 對不對 一堆人要追 什麼連家軍啊 封測概念股 你會發現他強一天後面又弱了嘛 一堆要追車電股 你看今天很多車電股 全部都拉回來 二極體 美國說台灣二極體應該是最受惠的 但二極體的部分呢 全部都拉回來 不是他不好 他很好 但是已經漲很多了 這我要強調他很好 可是他已經漲很多了 所以怎麼上去的他會怎麼下來 那這個階段我都提醒大家你就不要亂追了有沒有我進到我的職責跟各位講 這個階段的這些股票都不能追 對不對 我寧可大家去注意什麼 你在季線附近的 市場在季線附近的 他跌也不深嘛 對不對 長龍 旺凱 你看到季線撐住之後慢慢上來 那現在幹嘛 現在就是慢慢等他月線扣底我上禮拜講過 月線扣到這個地方啊 再就往下扣 往下扣你不用等他股價張上去他自然下來股價站上月線 對他站上月線 那形態又不一樣了 這邊月季線死亡交叉之後如果再形成黃金交叉那氣氛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所以我說 你與其去追那種已經漲很多了我說倒不如我們在季線附近留意這邊外海跟各位講 目前呢 這看起來是賺錢吧 楊明 被關緊閉 但我講了他沒有當中的干擾 股價表現呢 這段其實楊明漲最多 110漲到135.5 對不對那很多電子股是怎麼樣 往下的 電子股不是不好 而是 你們有沒有找到對的股票 這才是重點 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沒有人在講電子的時候我跟各位講一拳 一拳最後飆了一倍 對不對 這個階段就是車電股開始起飆的時候嘛 我當時我跟各位講很多人在注意航運嘛 我這邊跟你講什麼沒有人要理我 後面漲了快一倍 那現在開始拉回來 會不會怕 你買在高點絕對會怕 但是你買在這裡的呢完全不怕嘛 所以現階段你要掌握到對的股票 你說8月份之後有沒有股票 形態會跟這個一拳一樣 會漲那麼多的 現在開始已經慢慢出來了 只是你沒有注意到而已 因為正經盤面就是很亂 你今天有種感覺說好多電子股拉回來 那你說鋼鐵強鋼鐵就溫溫的也沒有說很多漲停板 對不對那你說航運 很多漲了之後盤中 尾盤又下來 但很多沒有翻黑啦 這他唯一的強度 好處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情況之下 股票到底該怎麼選 我希望各位你要先了解這整個大方向格局 現階段的盤勢他在幹嘛 我已經講了 彈到月線 沒有亮就是上不去 所以必須要拉回來 你要拉回來做N字形 或做W 這個雙W我覺得都很好 一旦確立好之後呢 這個滿盤就會上來 懂我意思嗎 這行情沒有那麼快結束 為什麼 現在很多人講說鷹派這官員講說QE要開始退場 可是各位你有沒有看到 美國現在每天的確診人數 又開始飆高了又是十幾萬二十萬 你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要怎麼樣讓QE退場 應該很難 反而他這裡退場如果造成金融市場的崩跌 那是進入另外一個金融風暴 我相信林總會不敢去擔這種責任 也不敢去冒這個險 所以他必須要怎麼樣 持續的提供資金 讓整個金融市場繼續穩定 然後希望呢在這個醫學上 有一些新的疫苗或新的藥物出來 讓Delta病毒呢 這個威脅降低 他現在只能這個 只能這麼做 對不對 然後各國現在在推很多的所謂財政政策 為什麼美國 要推這個基礎建設 中國要推基礎建設 因為要加強 跟掩護 貨幣政策 你不能讓貨幣政策自己那邊 一直在撐這個大局撐不住 撐到最後一定有問題 所以他必須要什麼 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來支持 對不對那所以雙款旗下的情況之下 你說這個行情 要很快的往下我覺得很難 因為錢還是那麼多 錢還是那麼多所以他會撐在這個地方 只是說短線漲多了題材會換了 最近很多車店在標嘛對不對一拳標 強貌標 富頂標很多車店都標 標標翻天了 要不要休息絕對要休息 因為股票漲多的時候市場 會去檢視 他到底有沒有這個價值 你賺4塊的今年可以賺4塊的股價可以標到120幾塊 那你覺得合不合理那當然就是不合理的嘛 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過嘛 這個賺4塊錢全年估賺4塊錢的股票要標到120幾塊 當時在這裡我跟各位講 這絕對不合理 他現在是不是拉回來 對不對 所以你當你標過頭的時候 他會去檢視 他有沒有這個資格有沒有這個條件 那你看長龍 上半年 15塊多 15塊多股價140幾塊還是算合理的 本益比多少 140幾 140幾塊 那全年預估30塊 那你說你再跌跌到100塊合不合理 對不對 而且我講的當Delta變種病毒你很難去壓制的時候 對於全球的海運需求來講 那就是有真無解 所以你看到所有運價這個都在上漲 到處都在塞港 有沒有而且現在Delta變種病毒讓很多港口的這個貨貴周轉率 又下降 這種極端的運價我跟各位講 到 中國農曆年之前都不會有太大改變 報價應該就是繼續漲 那現在我講他就是一個信息面的問題 那你們就要慢慢去觀察 今天很多車電股回第一天 如果後面再跌的話呢 那你就要去思考說資金是不是從車電撤出來 又轉到其他的族群身上 你要這樣去想 懂我意思嗎 所以漲很多的車電股 不要碰 那種 還沒有漲的車電股我覺得還是可以注意 很多還沒漲的車電股 你要去看他有沒有未來提財性 就說接下來進入到第3季第4季之後他有沒有爆點 這個才是關鍵 如果有現在股價沒有漲的 那很多車電股在拉回他震盪的時候可以買還是可以買啊 但是已經漲很多的我就不建議大家碰了 其實我前面我該講我都講過了 資源120幾塊我跟各位講說不要碰 五色的裁判我跟各位講這邊不要碰 強貌我跟各位講這邊你不要碰 有沒有85的蓬城 我跟各位說這個地方你不要碰 對不對 啊這個地方漲停板很多人會跳進去了 你就看嘛現在整個法能還沒賣喔 啊法能一開始賣呢 那你就要小心了嘛 對不對 那一家公司今年預估賺6塊 股價可以到 快200多塊 那合不合理 你們自己評估 我要找的是 賺很多錢 股價不合理的股票 我給大家 你真的要做車電股 各位我今天給你當股票 好不好 你們注意一下這檔股票 這也是車電概念股 這家公司 過去這段期間你可以看到根本沒什麼漲到 對吧 那現階段呢 他打入了什麼 未來汽車的供應鏈 應該說他前面這邊已經加入進去了 未來汽車 是在中國大陸做電動車的 前7月份 中國大陸電動車的銷售量來看 未來汽車是第一名 大概4.98萬輛 再來是所謂的小鵬 再來是理想 大概都在3.8萬輛左右 所以 現階段 他打入的是中國第一名的電動車 懂我意思嗎 打入的是中國第一名的電動車 那已經開始供貨了 可是股價你可以注意到 最近沒什麼漲到 對不對 那中國大陸現在是不是也在推電動車 對啊 好再來 美國 基礎建設法案裡面 很明確的告訴你 要增加充電樁的數量 大家提供 全國50萬座 拜登講 2030年 電動車的市占率 要達到50% 這個其中電動車能不能夠普及的關鍵在哪裡 在充電樁 所以你沒有大量的充電樁 車子沒辦法普及 你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說基礎建設 推廣之後 那我跟各位講 後續電動車的銷量就會出來 所以剛好這家公司呢 他在第四季 開始要供貨給 美國電動車的客戶 那不就剛好搭上美國電動車的需求嗎 對不對 因為基礎法案 預計正式實行 應該是9月過後 所以進入到10月份之後美國會推很多的這個充電樁 電動車 對吧 那電動車的銷量也會上來 那他剛好打進去 剛好迎接什麼 正式的出貨忘記 然後再來呢 在太空夢的部分 SpaceX的傳輸模組天線用的端子 就他們家做的 獨家供應鏈 然後呢 第一季 EPS0.9 第二季 以他的營收來預估的話應該賺1塊1沒有問題 所以 上半年可以賺多少 賺大概2塊左右 那股東會講的 第三季會比第二季更好 那你看喔 股價 上半年 EPS賺2塊的 這叫康普 2塊多 對不對 2塊多電動車題材他可以漲到多少 漲到134塊 這家公司上半年也差不多2塊多 也是電動車題材 可是股價呢 50幾塊 所以你這樣一比你就知道了我要表達是什麼 車電概念股不是不能買 過去這段期間 我也掌握到有爆發力的車電股 一拳也漲了一倍 對不對 我說了這家說什麼 電動小霸王二號 不知不覺漲了一倍 有沒有 那你要掌握的不是現階段的一拳還會不會漲一倍 你要掌握是未來有沒有股票會漲一倍 這才是關鍵啊 他有沒有獲利有獲利 上半年如果兩塊 全年 EPS 預估大概4塊到5塊左右 那你自己看嘛 一樣有車電概念股的支援 對不對 這個全年也估4塊啊 股價120幾塊 對不對 他多少錢 他50幾塊而已啊 50塊不到 還在那邊混 51.5都還沒過 然後你在看大戶的 430以上大戶的籌碼 有沒有 開始增加 對不對 在這個整理過程裡面 大戶開始增加 為什麼要增加 所以我想你要知道大戶現在在想什麼 你覺得 現階段已經 炒那麼高的股票 大戶會繼續把他往上拱嗎 如果你很有錢 你現在買股票你會買什麼股票 你看位階就知道了嗎 已經漲那麼多你敢買嗎你不敢買 要買等拉回嗎對不對你要買資源可以要我等拉回 對不對我車牢機現在來看嗎 但是這裡絕對不敢買 對不對 要買一拳嗎 對阿這邊不買阿這邊來買阿你覺得大戶有那麼笨嗎 對不對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還沒有漲到 現階段大戶準備要進來 你看到了嗎大戶 430以上大戶的確在增加 阿這是什麼股票跟我跟各位講你不用猜喔 你今天打到進來 你今天打到進來我告訴你 我已經給你看到那麼明白了嗎 阿你還猜不到的沒關係阿你打到進來我告訴你 就那麼簡單 現階段絕對 還會有股票會漲 重點在於你有沒有發覺到他們背後潛在的利多 這是關鍵 在目前今天盤子來看很多車電股的確回了 所以你要趕快積極的檢視你手中的持股 哪些是 漲太多 大戶下在跑的 那你要賣了嗎 阿你不賣 你到後面 會怎麼樣 又跟航運股一樣 買在350幾塊的萬海 你現在呢 每天都在想說什麼時候會衝上來對吧 然後或者是說積極的來操作 搶一些短線價差阿你每天越來越衝越多越衝越多股價就當然就不會漲 航運股我講的基本面沒有那麼差拉回過後關鍵支撐 穩住了 籌碼消化差不多 會有買盤進來拉 這個時間點或許就落在目前這個階段因為你會發現到很多車電股拉回來 今天還不夠明顯 明天或後天 車電股如果再不漲 尤其是很多漲很多的 都開始回的話 那你會發現資金會開始慢慢的又 轉到其他個股 懂我意思嗎 但是你說所有車電股會回 也不見得每檔都回 像這種還沒有漲到的 對不對現在呢 未來汽車銷售數據出來他第一名嘛 那他也跟你講了第四季會打入 新的客戶 剛好是美國電動車需求 在Space的傳輸模組天線用的端子 現在開始出貨了 最近的太空 太空運輸的消息蠻多的 有沒有 首富都已經登上太空了 所以這個未來題材需求量只會多不會少 再加上大戶在買所以我覺得這種股票安全 你真的要買車電股的我不建議大家你再去買這個 你不要問我說老師這個台辦拉回哪裡可以買我不會回答你這個問題 懂我意思嗎 我不會回答各位說強暴拉回哪邊可以買我也不會跟你講說一拳 這個地方 還可不可以再繼續往上看看到哪裡去各位你不要再問我這個問題 我現在我要掌握的是 當初準備要起漲的時候 籌碼上是有人在買的股票 我要給大家 這一檔籌碼有沒有人在買 你自己看得很清楚 又進來了 過去 賣掉之後最近又開始進來了 他又開始接了 這股票就安全了 懂我意思嗎 這個沒有漲到嘛 所以他不會跟 富頂 跟這個 所謂的資源一樣 會從高檔 平民拉回來 因為他根本沒漲到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今天很多車電骨在回 他尾盤還在漲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注意到 今天很多車電骨拉回來喔他反而是逆勢收 對不對 還收腳 那這是什麼意思 這邊的攻擊量有沒有出來了 這邊有量出來嘛 所以 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地方高點的量 幾乎怎麼樣這邊已經吞噬掉了 所以明天再過的話呢 那就噴出去了 就是這樣看而已啊 所以明天各位一定要好把握住 關鍵的時刻跟著我一起來 這兩股票 想知道的投資朋友很簡單 今天你把電話撥通 我來告訴你 好不好 這已經那麼明白了 攻擊量準備要出來了 大戶也在買了 這種股票 相對於很多高檔的車電股來講 他安全 所以你真的要買車電股的我講的他不是每一檔拉回都可以買 你要掌握到的是還沒找 第四季 有大力多 的股票 那他已經擺明跟你講了 我下半年會比上半年更好 上半年如果可以賺兩塊的話下半年呢 EBS 如果預估是賺到五塊的話 股價現在這個地方合不合理 當然不合理啊 為什麼 全年股賺4塊的 100100多塊全年股大概賺6塊多的 6到8塊的股價200多塊 啊這個呢 賺5塊的 50塊不到 便不便宜當然便宜 懂我意思嗎所以要做注意這兩股票 車電概念股 未來會不會跟一拳一樣 噴出去各位該講的基本面我都講過了 當時的一拳 有沒有注意到我也是這樣跟各位講 一拳當時我跟各位講的時候也是從基本面跟各位講一大堆有了沒了 很多人不相信 到最後你會發現到股價呢漲了一倍 啊這兩股票未來會不會漲一倍 慢慢看 好不好 想要知道的很簡單把電話撥通今天打電話進來這兩股票 直接 告訴各位 請 謝謝 我們 台語台 守護台灣 守護家園 最艱難的時刻 我們永遠與你同在 188防疫專案 幫助您守護財富 營業投顧守護針線 0211-3366 211-3366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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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上線 立即上線 Live直播 從追求股市決勝大師級的研究團隊 從實戰中克服人性 並戰勝主力 我們不斷地超越自己 也協助您實踐夢想 相信從頂頁開始 我們希望複製 一個又一個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個成功者 都有一個開始 相信我們的專業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專線 0211-3366 8511-3366 頂頁投顧 分享成功的經驗 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那一種滿載而歸的感覺 是令人很興奮的 歡迎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各位現階段很關鍵 我講的這邊指數碰到月線會稍微壓回 那你看到連續壓回來 對不對 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資金面的轉換 所以你要掌握的是整個個股的部分 要知道哪一些是有人在賣的 你就不要碰了 懂我意思嗎 你不要覺得跌下來隔天漲停板 又覺得這個地方有覺得再漲上去 有些是故意拉漲停之後再出 再把他倒出來 那你誤以為要準備再漲一段 他全部倒給你 這檔股票就不要去碰 你真的要注意車電股的 我講了注意這檔股票 沒什麼漲到 大戶有在買 攻擊量又出來 對不對 然後呢 打入的未來汽車供應鏈 未來汽車銷售量第一名 第四季美國新的客戶 電動車客戶會打入 剛好迎接什麼 美國電動車的一個需求 這樣股票 股價在這地方準備要攻擊的時候我說各位就可以留意 懂我意思嗎 今天把電話撥通 這兩股票 我直接告訴你 就那麼簡單 你還猜不到的 歡迎大家把電話撥通 跟著我一起來 未來什麼股票有機會跟一拳一樣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低點的時候一起掌握 好不好 這邊 這個地方我該講的我都講過了 很多人 聽不進去 聽不下去的 後面 都很後悔 我希望各位這種事情不要再發生 趁這兩股票還沒大漲特漲的時候 我們一起來進 這一檔 先把電話撥通 直接 送給各位 本公司 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